那 我昨天闻他的主题是《论语》 跟那个《诗经》比起来 我想那个 因为《诗经》他是文学作品嘛 所以充满了很多人的情感 浪漫的想像 我当然如果要教这个《论语》梦子 我想就对一般学生来讲 觉得会比较枯燥 就是他的那个说理的成分比较多 但我本身是研究思想意理方面的嘛 所以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我就是 就教学经验来讲 可能在座各位很多的那个前辈 都比我还要丰富嘛 所以我想 就怎么样去撰写这篇文章啊 就会有思考了蛮久 那后来就想说是 我们先从这个《论语》的文本去看啦 就是看说在那个孔门的教学现场 那他们经常采用的一些方式是什么 那就是 因为民主义是经典婆话 所以这个是 我们独家思想的一个根本 那接下来就是 就找一些 比如说宋明儒者啊 他对这个《论语》的研读 他有哪些看法 就是说找一些文献来探讨 先从那个潜能的经验里面去学习啊 那最后一部分再讲出我的 大概四五年来 就讲习经典的一些 一些心得 或者说常运用的一些方法 所以我想 这个文章 大致上可以分这三个部分 三个部分 那我们就逐一来看啦 就第一页这个前沿 这个前面第一 第一段是讲 在现在这个时代 研读儒家经典的必要性啊 或者价值啊 因为 现在是那个全球化的时代嘛 然后 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之间 常常会有一些冲突 比如说像 这个911事件啊 或 像那个 中国大陆的崛起啊 乃至于最近那个川普当选 他有一些排外的政策 所以 所以其实 在全球化的时代啊 各国家各民族也开始对自己的文化做一些反思啊 那经典我想 我认为说它是 代表了一个文化或者一个民族 它的思想结晶或者精华 因为文化的范围很广啊 只要是 摆包的私益住行啊 那个社会的风如习惯啊 还有这些制度架构啊这些 但是最核心的部分我想 应该是它的思考方式 那这个 这样的时候 还会在经典里面 具体的呈现啊 所以 因为我们是 身为这个 比如说 独家文化圈的一份子 然后想 了解我们自身的一些文化 应该是有它的必要性 必要性 当然 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要推 这个读经啊 其实会 我觉得说是有蛮大的一些主力啦 就是说 因为从那个武士运动以来啊 那个 我们说 以西方文化为主导 对于这些传统的经典 一般人都会有一些偏见 比如说可能已经落伍啦 不合时代啊 这些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教学上面 其实要针对这个部分啦 然后去想办法做突破 那这部分我在文章里面会 会随时去做一些探讨分析 那我想这个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一个 问你意思啦 就是配合我们这个经典活化的主题 那第二部分的话 是论语中的孔门教学之道 那我这边是用论语的原文啦 就是孔子说 君子博学于文 约是以理嘛 就是博文跟约理 那博文是属于知识的 这个探求啦 那约理是属于 这个生活的实践 那我想这个是孔子他在教导学生的时候 他他常用的两种方式 然后大家可以放到第二页 那这边一三长讲说 子语是教文行中性嘛 这个中跟性是一种 我们说真诚的动机啊 真诚的态度 那文跟行就是属于教学的方法 这种方法 所以我下面就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 一个是知识层面 就是博学于文 那一个实践层面就是约是以理 约是以理 就这个知识层面来说 其实这个读经对于这个道德实践来讲 他并不是 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本职功夫啦 因为虽然我们读经可以吸收很多观念啊 那可以利用古人的那些经验 但是遇到了一些具体的情境 你要做那个道德选择道的判断 那还是要从你的良心出发嘛 那个读的不表示说一定实践 就是说提高那个实践的几率而已 实践的几率而已 所以我想这个知识层面 因为它是一种辅助功夫啦 辅助功夫 那或者说 这下面提到说我们以前 那个学 比如说现在高中有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嘛 那它的内容都是以世书为主 那我们高中学的那个文化教材 它主要都是从知识的面向切入 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说可能它的重点放在解释啊 翻译啊 就让学生能够了解 至少那个字句的含义 他要先了解嘛 先了解 那就那个意理本身 可能 因为授课的时间有限啦 除非说 可能老师比较用心啦 会做一些补充 不然的话其实 可能能讲的也有限 或者说老师这个教师也没有 不一定有思想方面的训练 所以这个 那这个是我们在 推动这个读心教育的时候 比较可惜啦 因为高中就是 学生第一次接触这些 轮梦这些经典的时候嘛 但是 我们却没有把轮梦的精华呈现出来 就是还是 腰皮留在字面上 那甚至也容易引起一些误解 好像罗宇孟子就 内涵就是只有那些 章句训谷 那我想这个是 可能我们还是要再 再去做改善 去改善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先寅经典来看 其实儒家蛮重视 我们说现在的 所谓的批判性的思考 就是 除了那个 知识啊 或章句训谷以外 那你要 你要知道说 孔子他说这句话的 背后的道理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要 就是要有思辨的成分 所以 学而不思则往 思而不学则代 或 中奖博学 审问圣思明辨 笃行 那像这第三页就是 孔子就常常用 那种启发式的教学法 那这边有举论语的一些例子 他说 此曰 吾有吃乎瞻 吾吃也 有彼夫位于我 空空如也 我扣其两端而结焉 所以孔子他认为 他自己的长处 不在知事冤博 而在能够启发学生的思考 就是 如果那个彼夫又相也之人 他用诚恳的态度来请教孔子 那孔子一定会从 这个本末正反两面去启发他 去启发他 那孔子他不会 直接提供一个 一个标准答案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说 因为很多学生都把 论语的内容 当成教条 就是说 孔子定了很多 生活规范 然后学生就照做就好 那其实我们 就那个 论语的核心精神来讲 他应该是呈现一个 圣人的生命 而不是在那些琐碎的知识 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们应该把这个部分 呈现出来 让学生了解 当然下面有讲说 这个 子供问孔子说 是不是多学而至啊 那孔子说 非也 云一以贯之 在这个地方 可能有点写得太快了 所以有 就是说 这边讲说 孔子是掌握 知识理论学说的 根本原理贯之道 不过那个一以贯之 应该不是指 那个知识理论学说 应该是指 那个 行而上的原理 就是 夫子之言 信与天道 不可得文也 不可得 可能我那个写得太快了 或者说 这边再加一个注解 就是 可能不是就 那个 一贯之道 不是就那个知识理论 来讲 应该是就 那个 行而上的这个 根源来讲 那 嗯 那不管怎样 他还是强 他就 不是我们刚才讲那种 背很多经典啊 然后 很多零碎的知识啊 这个搬译解释 孔子教学生 他不是用这种方式 用这种方式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就 应该把那个学生的一些 有问题的那些观念把它修正 那这个下面我想 这第三页下面就是 孔子很重视 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啊 所以他说 心于施力于里 成于悦 或说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 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说 学习都是从那个兴趣的 那个兴就是感发嘛 兴趣感发开始 在那个生物专业 然后乐此不疲嘛 乐此不疑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也是我们 就刚才那个 腾达老师他 提出那个爱情啊 我想这个就很能引发 学生的兴趣 就是这边讲心于施 是不是 所以我想这个 我们可以依照这个原则 然后去想设计规划一些方法 那到第四页的话 是实践层面啊 就是约之以理 当然如 我们说儒学是以道德实践为首 出的一门学问啊 因为 这个组里面有很多吧 比如说 心有余力则以学文 一定是从 路则孝出则涕开始 在家庭生活啊 孝顺父母有爱兄弟 有多余的时间再去探求那些知识 所以 修儒家来讲 实践都是有优先性的 但是这边是 就是说 做一个比较啦 就是说 因为那个儒家做的 也在道德实践嘛 所以 所以这个实践 其实 看经典里面讲的一些 原理原则是提供我们参考 但是他很难去 归纳出一个普遍的那个 形式这样子 他应该是从 人我共同的良心出发 然后 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下 去做这个道德判断 好不好 所以叫依照这个人的 比如说生命气质啊 情调啊 然后 后来遇到一些具体问题 给他一些指点 当然我们这下面就是举 那个 孔子对子录和篮球 两个学生的指点为例嘛 因为子录是个性比较冲动外向 那篮球是比较谦虚 比较内敛 所以听到那个道理 子录问说是不是要马上去做 那孔子就说你要先问一下 这个父兄的意见 那 这个篮球 虽然问题是一样 但是孔子就鼓励说你应该马上去做 那就因材施教 针对学生的那个 人格特质去指点 那我想这个也是 孔文教学的一个重要方法 重要方法 大家下面就讲说 就是要把经典活用化 把经典活用化 那这第五页的话就是 就是除了那个论语原文以外 就找了一些宋明卢 他研读论语的一些方法或者心得 那我这边是找 举这个世书章句其注 这个是世书的那个重要注解 就是比较经典的注解版本 那这个朱熙在论语前面有列出 读论语孟子法 那这个是陈子他的语录 那既然朱熙会列出 表示他也认同陈子的说法 那我想这个对我们读经也有点起发 那我这边就先念一下 读书者当官圣人所以做经之义 与圣人所以用心 圣人之所以置于圣人 而无之所以畏智者 所以畏得者 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 便做自己问 圣人答处便做今日耳闻 自然有得 须将圣人言语窃及 不可耻 做一场话说 读论语孟子不知道 所谓虽多亦兮以为 所以他第一条就是 说我们在读论语这种经书的时候 你要体察他 他就孔子或圣人讲这句话 他背后的用心或者动机 或者是他什么样的想法 就不能只平留在 我们说张句训谷 这些字句的理解 所以我这边讲 读论语孟子最重要的是 设身处地 将心丙心满 所以就是体察那个圣人的心意 那第二条的话是讲说 把论语的学生的问题 当成自己的问题 那圣人的一些回答就 好像那个孔子站在我们面前 教导我们 在这边教诲 他认为这样才有收获 就是说 虽然那个孔子 离我们现在的生活 时代很远 2500年前 但是他面对了一些人生问题 比如说像生老病死 穷通祸福 这些其实我们 现代的人 现代的人会遇到 这个人生的课题 其实 古今并没有大的差异 所以我想 为什么 陈子他会这样讲 就是说 这样才对我们 把那个论语里面的问题 当成是自己的 就是 那个学问要跟自己的生命有关 那这样的话 学生在学的时候 才会 才会引发他的兴趣 那如果只是 比如说背诵 记忆信 可能只是为了应付考试 那他可能学完以后 就容易遗忘 所以他 他 他是希望达成 这个陈子他希望 达成这个目标 所以他讲说 言语要切记 那 但他最后是说 独为孟子的目的 是要知道 这个知道不是说 只是一种认知或理解 我想说应该是说 切身的实践 就是说用生命去体验验证 把这个道理活出来 这样你自然而然 你在解那个论语孟子的时候 你才能体会说 他的核心内涵 那我想这个 这个在 他说就读论语来说 但是我们 在那个教学上面 我们也希望学生可以 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 这样的境界 那第六页的话 我想就 前面是引陈子嘛 那后面是引 引这个王传山先生 那个蔡佳伦老师 他是传山的专家 那等一下如果 也可以提供一些建议 就说这个 这样 他常常认为说 论语是圣人元气流行之也难 就是说 论语这本书的性质 跟其他儒家经典不一样 那这个 他并不是针对 学生的某些 某些弊端或者问题 他去做去做矫正 而是他提出一个 我们说他是 人性的普遍长道 那他下面有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 纸张学甘露 他看第六页 那个第二段 引文的第二段 纸共方人嘛 那 就说纸张向孔子请教 怎么样可以 获得奉路 就是 这个纸张他想当官 那 那 因为我们儒家是 毅力之变嘛 君子欲义 所以 并不是从那个 当不当官本身去考虑 所以其实纸张问的这个问题 就儒门的义来讲 其实不太合理 那孔子并没有直接去否定他 那孔子是怎么回答 就是说 多文缺疑 以圣言情愚 则寡游 多见缺带 盛行情愚 则寡悔 言寡游 行寡悔 怒在其中你 所以孔子他对纸张是做一种引导 就是说你问的那个 问的问题是低层次 但是我可以用高的层次来回答你吗 要更根本 就是你只要谨言盛行啊 那自然而来就会获得别人的赏识 信任 那自然就可以做官 所以 所以这个是论语他 就传来讲 就是论语他这本书的一个特色 他都是讲一个根本原理 而不是在那些 比如说知为莫及 具体的那些行为去做 定出一些固定的规范 固定规范 或者说像这边讲 那个子贡也是嘛 子贡方人 子贡喜欢评论别人 那孔子就用一个反问去 他说 赤也贤无哉 而扶我则不暇 就说子贡你已经做得很好的吗 我还没有这样的贤功夫去评论别人 所以也是用一个反问 让子贡自己去思考 所以他不会说 假设孔子是说 我们不能去追求那些名利富贵 或者说不可以去评论别人 那好像也不符合孔子的意思 就是大家就隐居不要做官就好 所以如果你是就具体的行为去定一些规范 就会有这样的毛病 他很难适用于很多复杂的情境 所以孔子要讲的应该是根本的道理 所以他下面又举了不同的例子 那我想这个 比如说像读书 子录他认为说维学不一定透过读书 那孔子是认为他强辨 刺其拟 刺其拟 那其实也一样 就是说 读书也好 不读书也好 重点是说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 八位的良知 有没有 从此有 有真切的道德实践 如果有的话 他读书当然是有帮助 那只从读书上面讲求 当然是 他还是不好 好不好 所以他 他都是这样的一种思考方式 思考方式 所以在这个第七页我就提出那个 金跟权的两个原则 就是说 我们说那个论语他是一个 他是金嘛 就是 他是讲人性的普遍常道 那那个诚子他是从权的角度来说 因为诚子是说 我们要进入那个教学现场 教学情境 不同的学生 你假设你就是孔子的学生 那对孔子提出不同 一些具体的问题 那那个是 那个是权 是权 那孔子所回答的是 根本原则道理 那那个是金 那这两个应该相辅相成啦 相互配合 所以 大家我这边有引用一个西方的 这个伦理学家 这个 就因为我本身没有 对西方哲学 并没有很深的研究 所以我想 这样用他这个理论是不是恰当 可能 我等一下也 请各位专家来 用一些建议 就是他 他要讲一个那个 反思平衡的方法 这是西方一个 论理学家叫做 罗尔斯的 那他认为说 我们对道德问题的看法 是通过道德判断 跟道德原则 道德判断就是 针对那些具体的问题 具体的情境 那道德原则就是讲那个 根本的道理 根本的道理 所以他要把 把这两个互相去 就是反复的去思考 然后去调整 然后 让这两者 就是普遍的原理原则 跟那些 具体的问题的解决 这两者要 让他和谐一致 就是在第七页的下面 这些下面 那我想 这个可能有呼应到 刚才传三讲的 这个 就说 就说 文语他是讲根本道理 那不一定都是 就是 就是 那个传三跟陈子 他各有 他那两个讲的都对 其实不一定有相冲突 只是从不同的面向切入 那两者把它做一个整合 做一个协调 好 好 那第八页的话 就是 这个上面还是去 应该重点大概 跟刚才讲的是一样 就是说 这个 孔子所讲的原则 应该是超越于那些 一些具体问题的判断 他可以包含正反两面 正反两面 比如说像读 他不是说一定要 比如说读书 孔子不是一定主张读书 或一定主张不读书 或说 只张学甘露 孔子不一定肯定说追求名利 但是他也不一定 他也不是叫大家不要追求名利 而是说 从这两可当中 他找一个比较超越的判断原则 那可以适用于不同的一些情境 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说 那个学生他读了论语之后 他的那个思考能力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 那就 因为 就是他读论语有时候 学生会说 孔子一下子是这样讲 他坏一个 情况又讲另外一句话 这样 有时候也不一致 这样 好像讲了魔力两可 那其实 其实这个是他的思考能力不足 那孔子讲是一贯之道 不会说 东讲一个西讲一个 所以这个是学生没有 没有真的读懂文语这样 大概这是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 所以应该让他们有这种思考能力 那第四个部分 就是 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些 那个教学上的心得 那这边有分三点 第一个是以学习者为中心 那我们早上 那个 老师们有讨论到 这个儿童读经的问题 就是 因为 儿童他们 去 理解的能力有限 所以先让他们 大量的背诵经典 那就储备一些相关知识 那因为我们那个经典文化 我看那个 研讨会的主题 就是他 是针对大专学生 跟一般社会人士 所以 就不是只针对儿童 所以我想我还是针对 那个社会人士 就是 比较成年 13岁以上来讲 那重点就应该放在理解的能力 那当然有些 比如说 从心理学来讲 他们这个成人都比较有自主至尊 不一定都服从权威 那或者说他们 他们的理解 他们的那个记忆力 其实 没有什么像儿童那么好 所以我们重点要放在说 启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就是前面 不分 不分不起 不匪不发 或者前面讲 那叫 知识者不如耗资者 耗资者不如乐资者 所以他们要 那学论语的目的应该是自我成长 生命的成长 自我的实现 那不是出于这个功力 比如说像一般大学生学 你这种论语 有时候会取得学分 那这样的话 教学的效果就会比较差 比较差 所以应该要 就是 要去了解他们的学习需求 以学习者为中心 那第二个是问答法跟情境法 这个是我在教导论语的时候 常用的一些方法 但这个方法就是依照前面讲的那些理论 那些理论 所以问答法就是可能先请学生回家 研读一些对论语孟子这些经典 导读介绍的书籍 然后来这边 就来课堂上做报告 就是 大概比较接近那个翻转式的教学 因为现在好像这个名词也 也比较 蛮热门的 只是说 我们不用这个名词来去描述 那我们最主要是希望说 学生在读书的过程中 第一个是 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 那第二个是说 他要思索经典跟他个人生活经验的关联 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才讲 很多大学生来修这个课 有时候 为了取得一个学分 所以好像那个 仁宇孟子的内容 跟他的生活经验生命好像无关了 假如那个考试会背会写就好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要修正这样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态度 前面那个陈词讲说 你读经应该切极嘛 应该切极 所以希望他们能够主动提问 而且他们真正 是人生中遇到一些经验或者问题 那我们 从论语的角度 读学的角度去回应 那老师也可以借用这样的机会来思考 那第二个是情境法 就是比如说举一些 比如说像那个川普当选 然后最近比较热门这个同性婚姻 刚才那个 刚才这个主席他有讲到 那就是先找一些新闻的片段 让同学去了解 那看完之后去 其他人发表一些自己的想法 那最后在 在PowerPoint去展示 就是门多语孟子的内容 然后说 从这些经典 所揭示的这些原则 如果孔子身在现代 他会怎么去回应 那就等于说 把这个经典的内容把它活化 也表示说 那个儒家的道理有它的普遍性 也不是只是 是用于古代 现代的应该 他也可以有回应现代 议题的能力 那第三个就是 悠游含勇 就是说 但除了那个理解之外 就是说 成人当然是理解力高 那个记忆力差 但是也不能完全不记忆 这样子 那还是那个 就我上课还是会 请同学来默写论语 这样子 还是要背这样子 只是说 背的内容不需要 可能不像那个儿童要整篇 背几十万字这样 你找一些 他觉得比较有感触 可以跟他的生活经验呼应的那些句子 其实 可能重点是放在怎么活用他 就是说 他遇到这些难关的时候 这个句子会忽然浮现来提醒他 有一种指引的效果 所以一定要先跟他讲 这个句子的意思是什么 然后再请他们去背 那当然就是 就是希望可以融入他的生命当中 生命当中 我当然就举了一个 就我在那个论语的教学上面的一些 常用的一些方法 我当然最后这个结论就是 就前面的内容在做一个总结 那我想 应该刚才也都 也都跟各位报告过了 跟各位报告过了 那我想 因为 差不多了 那我想 这边论文就先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应该有很多不足疏弱的地方 希望各位专家给予一些指导 谢谢 谢谢